Q格式 各位同學好 我們這個部分要介紹 Q格式 Q格式在我們 DSP的編程上 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定點 DSP的計算 都是用Q格式在做 因為定點 DSP 沒有辦法直接用敷點 下去算 所以大部分都用Q格式 Q格式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首先要談Q格式之前 我們要先知道它的整數表示法 整數表示法通常我們會把小數點 打在最後面 所以這是二進位置 2的0次方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一次類推 你總共有n個bit 所以一樣如果是 5號的二進位整數的話 例如0 1 0 0 b 代表 binary 二進位的意識 它整個數值計算就是 第一個是2的3次方 乘上0 然後在1乘上什麼 2的2次方 把全部加起來 就得到4 然後如果是 5號數 因為5號數 第一個bit 不是sidebit 所以不管它 不會是因為第一個bit 1 就是代表負的 所以它第一個1 就是1乘上2的3次方 所以算出來是13 那如果是有號數 代表說第一個bit 是sidebit 所以我們第一個bit 就不一樣 同樣的這個case 都代表4沒錯 但是一旦是 有號數的話 第一個bit 就已經不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看 而是它代表sidebit 那sidebit的話 我們用2的補數來算 也可以算嘛 就是說我們先 做once company 先做1的補數再加1 就可以計算 或是說用公式來代 就是把這1乘上什麼 2的 負的2的3次方 這個1就是它的sidebit 乘上這個 但是要加個負的 2的負的3次方 這樣算下去 得到就是怎麼樣 負3 所以這就是負的 這是有號數的部分 那 這邊提到符號位元擴展 就是side extension 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將比較少的位元的資料 放到目標的位置 那在目標的位置 它是有比較多的bit 例如說從4bit 放到8bit 目標位置的話 那怎麼辦 當然你把4bit 放在8bit的後面 放在LSB 但剩下的 MSB的另外4個bit怎麼辦 好 我們這時候就提到這個 side extension 但是side extension 基本上怎麼樣 它就是把剩下的 高位元的bit 把它填滿 那它只適用於 有號數 所以 透過這個side extension的話 你負數還是負數 因為它 第一個是side bit 它一直extension 到後面 都是1 所以它還是負數 所以它適用於有號數 舉個例子 這邊有個4位元的 一個記憶體 它把這個數值 放到一個 這個ACC 這個暫存器裡面 accumulator的暫存器裡面 它這個暫存器是8bit 所以當你放進來之後 那高位元怎麼辦呢 就是用side extension 就把全部怎麼樣 把這個1一直往前延伸 所以前面都是變1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你用這個8bit 計算它的結果 跟你用4bit 算出來的結果 都是-3 不會影響到它的數值 所以等於 當你把4bit 移到8bit 去 當你做side extension之後 再把這值算出來 同樣都是-3 不會影響 不會說你從 4bit 放到8bit 這值變 沒有 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可以才做 sine extension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整數的乘法 假設說我們有兩個整數 我們要做乘法 然後在有號數的情況下 那我們知道 4就是0100 然後-3 就是我們上頁講的 它是1101 對不對 那你怎麼驗證 很快的用剛才的公司 或是你用 二補數方式 對不對 先做1的補數 就是0010 加1是001 就是-3 那這兩個東西相乘的話 就照我們之前學過的乘法 就這樣乘 第二個bit這樣 第二個bit對它上乘 一直往這邊移 最後一個bit乘上去 那最後一個bit乘上去 那最後一個bit乘上去的時候 怎麼樣 得到這個東西 因為怎麼樣 這邊做side extension 因為它是 bit是-1 這兩個值乘出來是負的 所以做side extension 然後再把全部加起來 加起來等於怎麼樣 這個值 那這個值我們再 去看 去算 因為它第一個是1 一定是負的 然後去計算它的結果 它就是負12 所以4乘上負3 就是負10 剛剛好 所以在這樣的規則之下 這樣的整數的乘法 是沒有問題的 是可行的 那分數怎麼表示 我們剛才有講整數 那現在要表示分數 因為很多數字 不是剛好是1230這樣的數字 一定會有分數部分 那它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只要輕鬆的 把小數點移動就好 就像我們講的 10.1 或是3.6 那只是把小數點移來移去而已 所以小數點點在這地方 後面就怎麼樣 就變成分數 那例如說這個數字 對不對 假設小數點在 小數點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它第一個bit是什麼 是side bit 就是1乘上什麼 負的2的0次方 加到後面 照剛才的計算公式去算 所以side bit 是在這個地方 它的小數點在這個地方 是side bit 所以算出來值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算出來是負的 把全部加起來 就是負的3分之8 所以就可以怎麼樣 表示成一個分數的方式 好 那我們現在介紹分數的乘法 那這邊有個分數的乘法 然後這是有號數 有號數 那這時候這邊綠點 代表它的小數點的位置 然後我們在program的時候 我們這個小數點位置 基本上是在程式設計師 它的心中 那這邊只是把它標出來 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好 那這個值代表是1 2 那這個值上頁也算過 是負的3 8 然後這個算法 上上頁也講過了 也是直接這樣算 sine extension 最後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個一個4bit 乘上一個4bit 最後得到一個8bit 這樣的結果 然後我們知道說 理論上2分之1乘上-8分之3 應該是-16分之3 但是這個數值是8bit 我們最後要回存到4個bit 4個bit的記憶體裡面去 那這時候回存到4個bit的記憶體裡面去 我們會取4個bit 那怎麼取呢 因為它的小數點在這地方 因為小數點後面有3位 小數點後面有3位 所以總共有6位 1 2 3 4 5 6 前面兩個3bit 所以這邊 小數點在這地方 所以這邊 這個4個bit取出來之後 放到暫存器裡面去 是1.110 1.110 然後這個 算出來是怎麼樣 因為這是負的嘛 所以算出來是 負的1 4 然後跟我們理論上算的值 -16分之3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又捨棄掉一些 這些 因為我們4個bit乘4bit 變8bit 但是我們回存的時候也是要4bit 所以我們會捨棄掉某些東西 所以它數值會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介紹Q格式 那Q格式就是說 它是個定點格式 它主要寫成Qm.n 然後m是敘述整數 位元素 那分數部分n 是用這個n來敘述幾個bit的分數 加上一個sinbit在前面 所以總共是m加n加1個bit 例如說 我們有一個Q1.14這樣的格式 代表說這個格式是 裡面是有一個bit來表示整數 14個bit來表示分數 然後Q15是代表說 我們用0個bit去表示整數 用15個bit去表示它的分數 剩下一個bit就是sinbit 那傳統的16位元的Q15格式 也就是說 它是用15個bit去表示這個分數 它剩下一個bit就是sinbit 好 那你來看 它總是從 所以它可以從-1到接近-1 差一點點 然後因為它Q15 所以它的這個scaling factor 就是2的15次方 因為它用15個bit去表示 所以等於說 最後面那個bit 它就是2的-15次方 所以你要把這個分數換成一個整數 就是要乘上2的15次方 就是32768 把它換成一個整數 所以把這個整個-1到1 乘上2的15次方 就可以變成-32768到32767整數的形式 然後才可以在DSP裡面計算 然後我們Q格式的定整數表示法 我們剛才講 它可以你自己定 可以是Q15或是Q1.14 那15就代表說 它用15個bit表示分數 所以它的scaling factor 就是2的15次方 因為Q15 15個bit 最後一個bit是2的-15次方 就代表說 你要把一個分數畫成整數 你是不是要乘上2的15次方 那Q1.4 它的scaling factor 就是後面這個分數部分 14個bit 就是2的14次方 所以乘上這個2的14次方之後 才可以把一個分數 變成一個整數的方式 然後在DSP裡面 就用這些整數 定整數來計算 就可以計算一些分數的東西 好 那Q格式的表示法 也就是說 一個分數 它乘上它的scaling factor之後 變成一個整數 放在暫存器裡面 同樣的 另外又一個分數 它也有一個Q格式 乘上它scaling factor 存在暫存器裡面去 然後兩個相加 那這時候相加的時候 一定是要怎麼樣 這兩個Q格式要同一個格式 如果不同格式的話 也就是代表說 它最後一個位元 1跟這個1 可能它的大小不一樣 因為是不同的Q格式 所以你一定要畫成同的Q格式 這樣才可以直接相加 不然的話 它這個位元跟那個位元 即便都是1 它們所代表的數值也是不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整數跟分數的比較 那整數跟分數 整數它的動態範圍 用它的位元數來表示 看你用幾個bit 它精度就是1 因為整數就是1234 那分數部分 因為它用了一些bit 來做分數部分的表示 所以基本上 我們希望分數就是 接近正1 然後到負1之間 然後它的精度 就是看你用幾個bit來表示 然後整數相乘會越乘越大 我們都知道 那分數相乘 例如說 因為它是介於負1到接近正1 之間 它分數量相乘會越乘越小 但是如果分數有相加的部分 還是一樣會變大 例如說 0.5加0.06 還是會變大 但是 你在做相加的時候 你必須要調整 你的小數點的位置 必須兩個同一個格式 畫成整數之後 乘上 乘上 scaling fat之後 那同一個格式 才能做相加 所以你常常需要調整 這個小數 這個Q格式是什麼 好 所以在這個part裡面 我們介紹的Q格式 在定等數的使用上 是非常頻繁 然後在下一個part裡面 我們會介紹 TI所提出來的IQ Math 他們提供了一個Library 讓各位可以不用 這麼費心的去做這些Q格式的調整 你只要就像我們在平常寫程式一樣 就把它 我們把負點數寫進去 它自動就幫我們換成IQ的格式 就可以做這樣的計算 好嗎 讓大家 update 我們下廣告 有明顯示 我們下廣告 煤